前面讲的这些作家这些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多是我敬仰的有些王蒙我从小崇拜的作家 有的是我的大哥 那么后面呢就聊的就是一些娱乐性强一些 就聊聊90年代末啊 这个世纪初在中国文坛进行炒作的一些美女作家的一些浪潮 那么这个美女作家专职怎么叫专职呢 就是说女作家有很多 女作家长得漂亮的长得美丽的那也非常多 张爱玲美女王安逸美女铁宁姐长得也很好看 天津的赵梅广州的张梅的都是美女 里面的青年文学的编辑詹绍娟 杰伞人的笔名叫思虞都是美女 你要叫他们美女作家 说美女作家赵梅美女作家王安逸 那他们不同意 直接给他出击大学生到你脸上去了 那么美女作家专职专职就是90年代末 这个世纪初一些文坛的一个炒作 一个成功的炒作 一些用身体写作的一些女作家 大部分都是70后啊 就比我 比原野成章小个几岁这个样子 这个年龄的 代表人物就是卫慧 绵绵 九丹 还有小夏 他们非常的张扬 性格张扬 形象时尚 观点前卫 也协作很狂野大胆 比较露骨 有时候占据这个娱乐版的版面 因为他们本身说文学也可以 更主要的是娱乐 这里面最重要的最早的 也是跳的最高 是魏惠 魏惠他的学历比较好 读过复旦 复旦中文系 做过记者 编辑 电台的主持 当然了 性格约束不了他 出来后辞职 咖啡店 在酒吧 都待过 他的小说 就是写性 而且自传性的 上海宝贝 写了在酒吧里面生活 遇到一个老外 两个人直接到卫生间 这个细节我还记得 然后之后就 书商就包装 炒作 除了上海宝贝 还有欲望手枪 蝴蝶的尖叫 炒作的很成功 上海宝贝 半年时间 据说就卖了 十万多册 那么和他当时能够 平分秋色的就是绵绵 绵绵也是上海的 绵绵 他没有好的文凭 不像魏惠 复旦大学毕业 绵绵应该是 不许毕业 就婚社会了 一个反叛的 一个女青年 酒吧 然后 就是那种非主流 他写了一个小说 写糖 也是写信 也是写自己 那么两个人 经常会被评论圈 被书商 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那些挑事的 还故意 让他们弄出一些矛盾 然后他们两个人 也打起来 互相骂 绵绵说 魏惠 抄袭她的作品 魏惠说 你不要在我面前 提绵绵 你提 你得看她的 我不和那 没有文凭的 交朋友 两个人就这么打的热闹 魏惠为什么走得更高更远呢 她在国内炒作一段时间 她的书 包括绵绵的书 都成为禁书 禁书了 把酒单的书 也成为禁书了 魏惠 绵绵 书都被禁过 但那个时候 比较开放 比较开明 禁书 也可以在书店里面卖 也直接给书店营业员说 有没有禁书 行 买了 这就可以了 魏惠惠来出国 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他能够说动 别管有什么方法 去说动 打动 好莱坞的导演 就把他的上海宝贝 拍成电影 在好莱坞拍电影 这还是很牛逼的 当然了 你这个在国内 肯定显然就没办法 就供应 在美国的票房 也不会好 我记得那个演员 也是在好莱坞 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华人 白铃 白铃演的 在好莱坞真的拍过 后来在美国待了几年又回国了 回国了 回归生活 结婚 生孩子 离婚 像很多人一样 九丹 他是在新加坡留过学 新加坡 原来在报社做记者 在北京读书 新加坡留学院 新加坡留学之后 他写引起争议 话题的就是 一个长篇叫乌鸦 写信了 写新加坡的女留学生 女留学生如何的进行 性生活 性交易 这其实就写妓女的生活了 这个 这个九丹比前面两个 走得更 更远 或者 更堕落 那么 下面给大家就介绍一下 这个夏兰心 小夏 夏兰心 在海南生活 你说我也比较熟 这个作者 他的小说 《处女作》 是我那个发表的 他也在很多场合说 燕大侠 是他的老师 发表过他的 不少的小说 然后他就在 《花城清明特学文学》 作品的杂志 发表中转辈小说 夏兰心也写信 也研究信 后来写过不少长篇 写得很好 紫灯虚 包括旭写《红楼梦》 写《红楼梦》的 这个 《红楼遗梦》 广州 我爸你 我爸爱抛弃 还有 第一人称代入感 我嫁入豪门的真实生活 夏兰心 他的文字 温润 而富有激情 阴柔中 透露理性 有着70年代人 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 前面提的这几个女孩子 从文学的成就上来说 文学的造诣上来说 这个作品的文学水平来说 小夏的就稍微好一些 小夏 从文学那样 比酒单 比绵绵 我从一个职业编辑的角度 我认为他写的好一些 这不是偏爱 不是说是我的作者 但是 小夏他不会炒作 不懂市场 他不像 魏惠绵绵这样 和书上来一起 去炒作 所以说 在美女作家浪潮里面 美女作家浪潮不止他们几个了 还有很多 他没有 魏惠绵绵 那么有名气 但是小夏他自己也非常有战斗性 当时海南有个叫天涯论坛 全世界都有名中文论坛 小夏在里面 这个版的版主 那个版的版主 很多人对掐 包括和上海的韩寒 小夏和他进行过 持续多年的骂战 他的性格 文人的气质浓 和体制内的也不来往 所以小夏和前面几个人相比 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慕兹梅是 这个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 这个浪潮中 名气最大的 但他这个应该 就是一个 过渡的时期 就是从纸媒 传统的纸媒文化 到网络文化的过渡 在他之后就有很多 更有名的 写的更多更快的 那都是网络作家了 网络作家我们 传统的这个文学编辑 知道 但是就不怎么去看 慕兹梅在社会上承名 就从网络上承名 就是连在他的 移行书 日记 日记里面写信 一炮而红 写的这个 很多的细腻的 性描写 那么 有记者要采访他 他就说 上传 你有多长时间 我就给你多长时间 采访时间 这个不是段子 真的 广州的 有些朋友 接触他 这个 这个慕兹梅我不认识 没见过 没打过交道 没有任何来往 那么他后来 其实就进入 娱乐圈 炒作 一些 演员 一些流行歌手 走进他的生活 进入他的 这个 细致的 性描写的 这个 文学空间 和前面几个 女孩子相比 他的这个 文学上有的成就 这个有争议了 但是和前面的几个相比 他的名气最大 影响力最大 当然 受争议 也最大 那么 今天 给大家聊的 现在差不多九点半了 基本上 就差不多了 就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几个大师级的人物 第二部分 那么 几个 先锋派的 小说家 代表人物 都是 很厉害 很牛 我负责任说 他们 每一个得努贝尔奖 都可以 都对得起努贝尔奖 那么 后面这一部分 这几个女孩子 就和前面的 不能相比 就是一个 娱乐性的 拿出来 给大家聊一聊 分享一下 基本上 今天就聊这么多 然后 办话筒 交给主持人